股市变舞台黑线指方向 赶快订阅万老师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股市万事啊 我是万象和老师 今天台湾股市往上攻 继续攻 为什么 因为道琼创历史新高 大家我有没有告诉大家 在之前有告诉大家 有告诉大家对不对 道琼已经要准备往上做一个突破 所以我跟大家讲 你看台股现在准备要接棒 下一个是谁 准备要突破 准备台股嘛 台股要往上挑战一千 一万八千点 然后呢 继续往上挑战 所以大家不要放弃这一段机会 现在这个整个多头的行情 又开始回来了 所以一定要把握住机会 赶快跟上我们的脚步 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道琼的部分 道琼从下面这个地方 开始往上涨 各位朋友 我们从哪里开始跟大家讲说 道琼准备要往上做上攻 在这个位置 大家可以回去看一下 这个是哪里 这个是11月份月初的时候 当时我会告诉大家 台积电怎么样呢 要开始往上做一个上攻了 然后道琼我有跟大家讲说 准备要往上做上攻 这看起来就是要往这个多头的方向 大多头的方向出去出发 结果一下就涨多少 涨五千点 直接涨五千点到三万七 然后创了历史新高 请问一下 现在往上涨会不会马上做一个回档 我告诉大家不会 才刚刚创历史新高 而且降息还没开始 各位听清楚 降息是明年的事情 现在还没开始 只是一个消息出来而已 到时候要降息的时候 而且明年景气还要做一个复苏 整体股市还会不会再往上 还会再往上吗 所以我告诉大家 不要小看这样子的行情 这样的行情还会再持续往下走 然后台股会因此受惠 那我有一支告诉大家台湾股市是什么 台湾股市是亚洲最热门的市场 亚洲现在两个市场最热门 第一个叫日本股市 第二个叫台湾股市 香港股市人家已经抛弃香港股市了 抛弃它要撤出来的话 资金要去哪里 就是往台湾股市来嘛 所以大家真的要好好的把握机会 大多头行情还会持续下去 而且我估计什么时候可能会上2万点 可能会在选举完之后 过年之后 过年是到过年的时间 这一段时间反正就是在第一季 你可能会看到2万点 大家不要讲 觉得我乱讲 那基本上这是我做的一个预测 那我当时跟大家在讲说 预测到道琼继续往上做上钩 然后有可能会创历史新高 对不对 结果预测成真的 那我们就持续来做个验证嘛 当然老师有可能不准 那问题是什么 我讲的大部分都是对的嘛 大部分都能够做验证嘛 是不是 所以大家可以持续来追踪我们的节目 那也记得 我们LINE跟TG上面还有更多的消息 那来看一下 我们再来继续验证 前天跟大家讲什么 讲大力光 然后我这边画一个箭头 我这边画一个箭头 非常的清楚 画给大家看对不对 今天走势怎么样 今天走势 昨天开始涨嘛 今天继续涨嘛 当时在哪里 当时在2400对不对 回去看一下 当时在哪里 这边叫什么 2400块 现在涨到哪里 2770块 那我跟大家讲 你想买就去买 我记得还要跟大家讲 对不对 当时还没涨上去 当时还没涨上去 所以持续跟大家做验证 让大家都来做一个验证 欢迎你来验证好不好 那我告诉大家 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今天开始出现一些震荡 出现震荡 那有可能会出现整理 那还是要稍微小心一点 因为前面21年8月份 那个位置 其实在上面 还是有一些压力存在 所以涨上来会有什么 会有解套卖压 但是下面盘整这么长的时间 不会一瞬间就结束了 所以大家可以持续来做关注 好 再来是涨红的部分 下面一样盘整很久 下面一样盘整很久 对不对 除完全息之后 就开始一路的往下跌 那我在跟大家讲说 下面盘整时间也非常久 好 那现在涨上来 有下面的盘整支撑 做支撑 请问一下会不会马上做结束 不会的 在这个地方 你开始看到这个什么 好像有在那边出现震荡 那今天为什么 所有股票都在涨 为什么航运股不涨 主要就是什么 这个波罗地亚指数 昨天晚上下跌 然后可能就拖了整个航运股 让资金 尤其现在 所有的股票都在涨 道雄创历史新高 所以资金会流到其他地方去 那等到什么 等到其他地方休息的时候 资金才会再流回来 所以在这个地方会做一个整理 稍微的做一个震荡 都是非常合理 符合现在这个整体走势的情况 好 那清新的部分也是一样 有跌货画这个框框对不对 但是你可以发现今天跌多少 今天跌1.62 今天跌是因为什么跌 就是刚才跟大家讲 波罗地亚指数昨天跌4点多 4点多 然后今天就是让股市 觉得航运股今天这个 需要休息 因为波罗地亚指数往下做一个下探 但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他有没有崩跌 他没有崩跌 波罗地亚指数跌4%多 他只有跌的话1.62整体走势还是非常的强 所以大家可以持续来做关注 而且下面我一直在跟大家讲 有盘整区做一个试撑 其实你根本就不用害怕 这是一个操作的方式 操作的技巧 下面有盘整区 大户表是什么 在下面收了非常多货 你根本就不需要担心这些股 会直接跌或是怎么直接崩跌 我告诉大家其实当时我跟大家讲 你看我们在哪里买12月4号在这里 现在在这个地方持续做整理还是非常合理 还是会继续往上做上工 因为航运股太久没有涨了 再来看新日新的部分 新日新的部分 为什么今天拿出来讲 我们一直都没有卖掉 一直都没有卖掉 之前前面这个波段 10月16号买进去的 然后在这个地方一赚这么大一个波段 还是赚多少50% 赚了50% 但是为什么还拿出来讲 我告诉大家还有机会 在120在130这个地方大家看到没有 涨上去之后然后回档 回档之后有没有继续下跌 没有继续下跌 反而是在120到130之间 在这边重复的上下震荡做一个整理 这个基本上接近横盘整理 非常非常完整的横盘整理 没有说大幅度的波动 没有就是在这边 横向的整理 这样子走是让你知道有机会 这个多头还没有觉得它走完 如果说是这种波动型的 那你会比需要比较担心 但问题是它有没有出现一个大小波动 没有 而且它是完全的一个横向做一个整理 所以将来 接下来还有机会继续往上做上工 而且未来有没有明年度的这个手机 我一直有跟大家讲 手机需求是明年第一季 你可以做关注的手机的需求 只要跟手机有关的这些个股 这些个股都还有机会能够继续上工 所以接下来也许整理完之后 开始又会走下一段 又会走下一段大家听清楚 所以其实手势还没有走完 如果走完的话不是像这样子横盘做整理 它会直接崩盘可能跌回100亿 然后在这边出现大波动 大波动不是这样子走 所以大家可以持续来做个关注跟验证 再来是这个联发科的部分 联发科 跟大家讲我们什么时候买的 8月28号买的对不对 涨上来赚多少 266吗 到现在波段获利今天又创新高了 波段获利37.8 今天到969会不会到1000块 会不会到这个大魔奖的1200块 非常有机会 那如果你资金比较多的朋友 你可以持续做一个考虑 但是还是跟大家讲 还是跟各位朋友讲 欢迎你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做操作 我绝对不会告诉你说 我们去买那个很高价 长得很高后已经涨了 像是火箭升空股 我们在后面尾巴去追它 我们尽量不会去买到那样个股 我们都去找到盘整区 然后开始往上涨了个股 这联发科其实也是一样的意思 然后再来是什么 再来是达发的部分 我们叫什么我要发达股吗 之前有跟大家分享 欢迎你来询问 看一下现在赚多少 赚125块了 好赚125块了 11月8号我们在这边 带我们家族朋友进去做买进了 然后就一路往上做上工 27.5对不对 赚125 那我告诉大家 其实也是真的非常好赚 好多久的时间 一个多月的时间 赚125块 好不容易赚 真的是非常好赚 那前一阵子 11月的时候 我相信大家对市场上 还没有这么有信心 但是我一直鼓励大家 现在是要往上攻了 现在往上攻 把握机会 对不对 我这个月这两个月一直在告诉他这件事情 请问一下现在这个 美国股市道雄创历史新高 台湾股市是不是要跟着涨 要跟着涨 然后这些股票 尤其像这个IC社区类股 会不会很好 尤其这个跟什么有关 跟手机有关 我一直在提醒大家 手机是明年第一季 你可以关注的 打发跟手机有关 然后就开始继续往上做上口 攻到这个位置 是不是要结束了 还没有还会继续攻 所以欢迎大家持续来看 持续来做一个验证 好那再跟大家讲 我们还有什么股票 这一场叫做使命币打股 可能会在什么 在年前准备大喷 我跟大家讲 现在这个股票在等你 正在等你 将来非常有机会 快要做一个突破了 你不把握这样的机会 真的非常可惜 而且我们现在圣诞优惠 非常非常的划算 现在是一整年当中 年内最优惠的时候 圣诞节 那老师跟大家分享 老师是基础徒 那圣诞节对我来讲 是非常重要的日子 这个时候你不进来 你不加入我们 跟着我们做操作 真的太可惜了好不好 所以欢迎大家 跟上我们脚步一起来做操作 好最后看一下 这个道琼的部分 突破37000点 创历史新高 然后告诉大家 明年的联准会的点证图 会降息3 之前我一直要跟大家分享 明年华尔街预测 可能降息4 对不对 那现在讲说什么 要降息3 所以接下来台湾股市 你看今天往上做突破 18000点 我告诉大家一定会到 不是现在才讲的 我们之前就一直在讲了 18000点一定会到 重点不是看18000 是会看要不要到20000的 才是重点 所以现在你不进场 真的非常可惜 好那明天还有一天的交易时间 这个礼拜 然后下个礼拜还有机会继续工 那明天我会帮大家持续做 最终明天再见 拜拜 哦烦死 每次下班前才叫我做这个做那个 每天马上没时间吃饭 还要一直处理同事的烂谈 难道公司要给我两份薪水吗 所以你需要的是 严选最专业的分析阵容 从总体经济 股票分析之根本 在到实地则房产业 必在收看频道 给您最全面的看法 加入理财收看 让你赚进第二份薪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